第五集第一组千二公尺沙地赛 准备 准备 好了 闸门打开了 第一场赛事马匹出闸 还算是相当的整齐 那现在从外侧冲上来抢领放的呢 就是三号的一号总资 他带出了有一个马位 那紧跟在后面的就还有这批十号的战士 那接着呢还有大统领 也是守在大概一个马位之后 跟着再上来的是芭蕾王子 赤宝金彩跟林家高僧是在外侧 而守在马群中间的则是飞跃郡 另外在内侧的还有一匹浅蓝色彩 一的是黄金八一 那跟着呢才看到的这个六号的林家高僧 现在已经稍微退到后面去了 然后呢后面的马匹还包括了 有这个奔跑在外侧 另外呢是无论如何 另外还有我的老板就守在内篮的位置了 转路直城的时候呢 现在是一号总资 一号总资在前面带出有一个多骂位啊 那看看要追上来的马匹啊 首先发起挑战攻势的有芭蕾王子 另外呢林家高僧 赤宝金彩飞跃郡全部都在后面追 但是呢这个一号总资现在领得很好 一号总资继续的在前面带追的最接近的是林家高僧 林家高僧在追 但是来不及了一号总资赢了这场赛事 跟着有林家高僧飞跃郡 还有这个黄金八一 再来就是赤宝金彩 其他马匹包括有奔跑 然后呢是战士大统领 芭蕾王子 我的老板还有无论如何 好了三号的一号总资一赢再赢啊 我们也说因为马匹开窍了之后呢 当然会继续把握赢马的机会了 那今天也是真的没有马匹去跟他 然后他就抢在前面 然后就又是让他一放到底 那后面就只有一匹降级的林家高僧冲了上来 但是也是为时已晚 十一号的飞跃郡同样是就后劲不足的 然后呢第四名第五名的良品马就比较接近了 可能会有这匹赤宝金彩 或者是这个黄金八一啊 是的黄金八一跑第四名 然后才轮到赤宝金彩 三号六号十一号四号 就连这第五都正常的 就是他的体重减的太多了 接下来也 见了